就是那個找小狼狗回家做壞事 怎麼樣不會被老公發現 你就這個今天來我家這個我老公不在家這樣 他說喔好啊那可是萬一我去你家到一半 你老公回來怎麼辦 好沒關係 你把你的車停在他的車位上面 然後你留電話說對不起暫停一下 如果他移車來給我這樣 哇好聰明喔 小屍在PTT用了 喔那個喔 其實不太想講耶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去回文想一想去回也不對 不回也不對不知道怎麼辦耶 你們看起來覺得那個是怎樣 好啦大家晚上好啊 討論串超多現在還有很多嗎 我看一下 唉 真的想要老老公 很好人耶 我簡單講這幾個事情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去看PTT嘛對不對 其實很早以前我最早是在 PTT做了一陣子的生意嘛 那後來我覺得說 有一點 局限在這個社群裡面啦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就是離開那個地方 發現怎樣 外面的天空非常的遼闊 這一次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發文啦 我先講 因為很多人在講說是這個 是我叫他去發這個文章 要來業配我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完全 事前我是不知道會發文這件事情的 我在這邊可以講 我手抓 好我先把故事簡單的講一遍啦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去看 也算我們的粉絲常常在看我們的東西 然後就帶他來我們這邊挑二手車嘛 女生剛考到駕照啊對不對 他說你先買個二手車這個開開就好了 後來來他就買了一台車 其實什麼車我倒覺得也沒有什麼避諱好講啦 他買了一台這個Suzuki的小車嘛 Auto嘛 回去開了大約一個月吧 他說好像開了大約也許100公里之類的 那某一次他們去吃飯 他就丟車嘛 那當然當下我們就是 業務人員就立即幫他安排 拖車什麼 後來檢查是發電機壞掉嘛 那當然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一定都是負責到底 修到好 但是那個對方就表示說 他覺得這個車他對這個車沒有信心了啦 那我們也沒有第二句話 我們就好全額退款回收 就這樣沒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就好像在昨天吧 這個朋友男就在上面發文 可是我跟你講 我必須在這邊講一點就是 我跟那位好朋友男聊得很愉快 真的真的 我們那一天聊好久 因為他年紀跟我 我記得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們就聊了很多那種老車啊 什麼摩托車啊 車子啊聊聊聊 然後這個整個過程他發這個文 我覺得我看得出他是利益是好的 他的意思大概就覺得說 當初這個好險是來跟小獅買的 要不然現在可能這個不知道可能 在稍後還是在什麼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他意思是這樣 他覺得很驚訝是說 整個退車的那個流程非常簡單容易 而且他沒有損失到一毛錢 他意思是這樣 然後他覺得很棒 怎麼有二手車可以這樣做 大概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出來以後沒想到他被鄉民就虛 一直虛一直虛 虛到文章刪掉 第一點就是我要講 我剛剛講一個重點就是 帶他來這個男生 真的是好人啊 那真的是好人 我跟他聊得真的很愉快 我覺得很奇怪 在上面發一個文 每個人看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比如說有人去看他會說 你這是業配 是不是小獅叫你來發的業配操作 是不是這個小獅說他幫你回收 你要幫他發文還是怎麼樣 你懂嗎 就有陰謀論就出來了 然後有第二種說法就是說 你這根本就不是在幫小獅說好話 你根本就是在這個 用好像說好話的角度在黑小獅 有人的解讀是這樣喔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就是想像空間很大你知道嗎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解讀 那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回文章是不理想的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對我來講 有時候我們做客戶服務 本來就會有很多有的沒有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我覺得這一次這個事件 我不太有放在心上 我大概跟他講過程中就這樣 某一天我的這個底下的服務人員打給我 然後跟我說這個車好像感覺是發音機壞掉 然後他壞掉了 對方的車主說他絕對這個車沒有信心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那就退給他 這個電話過程內容應該不到一分鐘 我沒有第二句話我就好不要 就這麼簡單 我自己不會去宣傳這種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個讓大家感覺好像來小市這邊 隨便擄個小就可以退車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坦白來說 站在一個法條上面 合約上面法規上面 我沒有必要做回收這件事情 我只要幫他修好就好 你包含現在新車的檸檬車條款也是一樣的 你是沒有立場說我要退車 更何況 那個東西是消耗品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會變成這樣 不管反正小市的車那麼難買 你知道嗎 反正小市車那麼難 幹要每次一上架 還沒有約到 車已經賣掉了 那我跟你講下次小市的車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禮拜一早上我先在門口等 一開門我就進去先買了 先買再說反正 到時候不行我跟小市退車 沒有沒有這樣喔 沒有這樣真的沒有這樣喔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覺得我是採取這個人性本善的一個想法 我把每一個來的朋友我都當做 你是真的看了幾小時 然後你真的有需要車 你不是來亂的 所以我相信你不會買了一台車以後 然後去故意刻意的說 你的車不好我不喜歡我要退車我要換別台 我倒覺得這樣的情形不建議以後會再發生 其實我有很多次我都覺得 照法規則我根本都不需要這樣去做 我還是在這邊宣導一下 大家不要認為說這個好像以後可以這樣不行 如果真的我認為是過分的 基本上我還是有考慮要照法規則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最近也是剛發生的 我有某一台車其實我賣的蠻便宜的 然後在賣的當下我們就註明說這個車是現況交車 那現況交車我之前在直播中我講了很多次 影片中我講了很多次 現況交車就是我們就是車沒有整理 車可以開嘛就交給你 回去如果有一些小聲音底盤有聲音什麼 你就自己慢慢整理 因為我賣你的價格 我認為這個價格是不包含服務 跟不包含我們花在整理的時間 售後的時間我們都不算進去 我們就把這台車最便宜的價格就賣出來 買回去之後這個客戶就傳訊息 傳訊息來他還不直接講他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是他買的嘛 他傳訊息他就跟我講說 欸小四哥請問什麼是現況交車 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現況交車的意思就是這車不整理啊 就現況賣給你你回去自己整理 他說喔那我理解謝謝你的回答什麼 我跟你們買了一台什麼車 那時候才講說喔他跟我買了車 OK我這個人我很不喜歡你要繞圈子 你買了車你發生什麼事情你直接告訴我 不先講先問喔請問一下 你不要以為你很聰明 我跟你講一個人喔我覺得做生意是這樣 我做人也是這樣 我只要正正當當不做壞事不騙人 我不怕你繞圈圈 問題是被我發現以後我會覺得 歪的人是你不是我 你就直接告訴我小四哥 我跟你買一台車是現況 然後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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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告訴我就幫你處理嘛 沒關係嘛 你在這種老江湖前面繞圈圈沒有意義啊 他就講說這個是現況交車回去他底盤有聲音 我說底盤有聲音 他說對我一開出去底盤就有聲音了 我一交車開出去底盤就有聲音了 我說你買車的時候你沒有試車嗎 他說有 我說你試的時候沒聲音 他說對 這我就聽起來就很奇怪了啦 機械的東西喔 基本上他如果有聲音 你試的時候就有聲音 而且你試到你交車中間根本我們就 不會跟你出去什麼激烈抄架 去回家去什麼 然後他說當初這個賣我的人 也沒有跟我講現況交車是這樣 那我跟你講說認真話我也不相信啦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天賣現況交車 你沒聽進去或你聽不懂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服務人員一定會講 而且合約都寫得很清楚 費用就是不包含我們的服務費在裡面 我簡單講 那台車如果我們是這個包含服務費 然後這個有保固的整個整理好 他要賣20幾萬 但那台車我記得沒錯我賣10幾萬而已不到20萬 你看你想想看這個東西 照合約下去走 我不管當初業務有沒有講 你理不理解合約就是寫現況交車 我不理你剛好而已 基本上我常常在直播上分享那些東西 我難道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告不贏我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底盤的東西是會多貴 一個利亞簽1000多嗎 一支避震器2000多嗎 你會為了1000多2000多來告我嗎 不會 但今天很多時候我們在做這個行業 我不知道說我們會退一步想 客人會不會退一步想 那我怎麼處理 我還是一樣叫服務人員聯絡說 不然回來看什麼問題幫他處理好了 然後他的意思說 沒有他覺得底盤聲音幫他弄好 不要花錢就好 我跟你講喔 我請服務人員打電話去 我是跟他講說 我其實很想怎麼做你知道嗎 你如果覺得交車出去 你底盤有聲音你不舒服 你覺得服務人員沒有跟你解釋清楚 現況交車的意思 很簡單 一個就是你車子還我錢全部還你 一毛錢不讓你賠 不要說小事拗你 我們承認我們這個交易過程有瑕疵 你說我們銷售人員 沒有跟你解釋好現況交車的意思 那沒有第二條路走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叫我幫你修 不跟你收錢 那就代表你在拗我啊 你不要拗我一個底盤的東西 你很開心 你不要這樣嘛 你今天 然後結果對方表示說 他覺得車不錯他沒有想退車 他只是想要 你們幫我把底盤這個修好就好 那你不是在拗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拗 你不要被人家覺得你在拗那個底盤的東西嘛 你就車還我錢還你啊 我補你車馬費 對不起 我還跟你說對不起嘛 對不起 過程有瑕疵有疏忽 你說這個試車沒聲音 後來有聲音對不起 你說這個服務人員沒有跟你講清楚 什麼是現況交車 對不起 車還我錢還你補你車馬費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心裡的OS 我覺得 我還是希望 每一個人來小試汽車買車都是很開心的 買一個車去撥成這樣 其實我坦白說這種事情是 我們蠻常遇到的 可是 為什麼我很少很少 在直播上面講這個東西 因為講出來會變得很像是公神消費者 我不希望 讓人家覺得說我去小試那邊買車 然後還要被公神 我覺得這樣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也不會去講是什麼 什麼人什麼車什麼 但是我我只是如果說 發生這一件事情 這最近才發生的 的朋友你有在看直播 那我只是想要跟你講說 其實有時候小試只是希望 大家都開心就好了 錢是小事情 人的情感是錢買不到的 快樂也是錢買不到 真的買不到 我們覺得說 希望還是盡量朝著滿足 我們的消費者的一個角度下去 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之前有人講M3 M3我根本就不需要把它收回來 我幹嘛把它收回來 反正我覺得說 這個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來跟我們買車的體驗是好的 那我相信 沒有任何一個服務業 可以滿足100%的客人 絕對沒有 有你告訴我 我他媽我親自做獎盃送給他 不可能 再怎麼厲害的服務業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就是比例的問題 然後跟這些遇到事情 那你用什麼心態去處理 所以我們盡量是以100%的滿意 的這個方向去走 我也知道不可能 那沒辦法 我只能盡力 其實回收車子我也覺得 那個真的沒什麼 因為回來我們在整理整理我們還是賣 他還是一台好車 那哪有什麼 就想開一點就好了 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你買不到這台好車 是你跟他沒有緣分 下一個人回來 發電機你幫他試好了 下一個人買回去用得爽的 還好啦小事情 沒有想像那麼那個 但是我還澄清真的沒有業配 然後還有人講說 怎麼可能車賣那麼快 當天上架然後中午就賣掉 一定是賣給同行 我跟你講我的車怎麼賣給同行 我車整理的這樣賣同行誰要買 都是真的客人來買 因為有人說不可能 小師不接受這個沒看車就匯款 怎麼可能車這麼快就賣掉 早上才上架中午就停售 我跟你講真的就是這樣 早上上架10點就打電話 進來預約說我11點到 然後是不是就賣掉了 我那麼無聊幹嘛 我去PO 然後假裝我有這個車 賣掉了好快喔 你看我賣好快 我沒有那麼閒 每天早上PO文PO到凌晨 還在那邊裝賣掉這樣喔 好肉太硬 我有這個時間 對不對 我老婆在床上等我 她很需要我 身心病又 我還在假裝說 我有好多車 然後好多車好快就賣掉 我太硬了 柴油車損壞率真的比較高 沒有啊 只是柴油車是建議說 你常有在跑高速公路的狀況 速度比較快 快速到路的時候你買柴油 真的比較好 你的里程數高的話 小兵力賣了嗎 還沒有啊 小兵力還在整理啊 最近比較忙一點啦 坦白說最近真的比較忙一點 就是媒體部的部分 累積了很多東西 而且最近一直在趕那個會員頻道的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都擠在一起 我們最近拍了很多片都放在那邊都還沒有 還在剪 我現在還會上電視節目嗎 不會 我下禮拜可能會去錄一個那個 公視的Podcast 對公視公共電視的 講什麼 訪問吧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全程台語 他是台語的頻道啊 然後他還跟我說 小兵哥可是這個不能開黃腔 不能講髒話 很怕我台語講一講 他就講出來了 會不會 不會啦 你在那邊就不會講 車貸比信貸高 不一定啦 你要看你的信貸的 我跟你講喔 來來來 車貸跟信貸我講一下好不好 信貸不一定比車貸利息低喔 我跟大家分享 你辦車貸只會有一個動保設定費3500塊 那你辦信貸你會有很多費用 開辦費 什麼信用保險費 什麼小的 有的沒的都跟你算算進去 所以會造成一個狀況喔 雖然利息的%數看起來比較便宜 可是你把那些費用再加進去 當作利息一起算的時候 搞不好他會超過車貸喔 你不要被騙了喔 利息要比較一下 你看我們內行的盛哲有沒有 就說了要看單利負利有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我知道有一些公司行號 百大企業 三百大企業 搭配這個公司的這個 配合的銀行 他會給你們這個員工 非常低利的貸款 我知道這個 但是你撇除這個以外的信貸 就不太一定了喔 想換大燈燈泡坊間三千七百k 五千k都是看驗車人 沒有啊 我管你幾k 只要你是魯素的都可以過 安卓計如何選擇 八核心的要20k會推薦嗎 我坦白說 我用不習慣安卓計 除了第一個 它反應不是那麼快 你可能核心要買到很多以外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那個東西太複雜了 功能太多 還要連無線網路什麼 我覺得你年輕人可能會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我也用不到啦 因為我開車就是聽廣播電台 跟倒車嫌疑這樣 所以對我來講 那個東西我用起來不是很舊手 改寬體的車要賣都會減半價嗎 不一定啦 如果 塗到一些很尷尬寬體 他搞不好加價給你買 沒有什麼通病啊 其實柴油車沒有什麼 柴油車是比較臭比較草而已 然後要定期去清雞炭就這樣 漲價是不可能 不要想太多 買車不要想漲價 那個都是多餘的 除非你買那種有名的老物件 才有可能 而且還要夠老 你現在買一台 比如說B&W146好了 你放30年應該就會漲價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命 因為漲價有可能是通貨膨脹 所以不用想太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個感覺 其實最近 有點通貨膨脹 觸媒的東西會壞嗎 觸媒的東西會壞 它會孵器 孵器就在裡面 淋淋濃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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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車就有金屬 起去口口的聲音 就會很吵 引擎腳掛了 躲到最後會有什麼東西 跟著舒適會啊 我跟你講 引擎腳有時候 它並不是很單純的說 你開起來比較陡而已 嚴重到一個程度啊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裡面的活塞曲軸連桿 它是需要平衡的 所以當你的引擎是在一個 會有多餘震動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會造成引擎受損 太嚴重的話 你真的四支全斷 五支全斷 那個有的甚至怕 排氣管也都會被拉扯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某一天 你的引擎可能會掉下來 但是我覺得 就引擎腳全斷的狀況 你也沒辦法開了 小型車會建議安裝電子油門 我不建議安裝 我不建議在油門這種東西 安裝一些什麼 電子油門的東西 好不好 我覺得那是不好的 其實電子什麼 油門加速器什麼 那個我都覺得不要去裝 我不太相信那個東西 你連沒踩油門 他都一直沖怎麼辦 我覺得那個不好 1819國產車1314的進口車 如果是30出頭怎麼選擇 30出頭不要買進口車了 你如果是30出頭1的話 你買國產車比較好 因為進口車我覺得 入手很容易 但是養起來 其實沒有那麼輕鬆 30出頭年輕人 靠腰啊 經濟條件允許 我還是覺得 我不知道 經濟條件允許很難講 你如果是經濟條件 你會出的 有的年輕人就有的 年輕人塞麻塞的也有的 所以其實有一點難講 我覺得還是要看說 你的需求 跟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跟你養不養得起的東西 因為你所謂的經濟允許 條件允許 我不知道是買的允許 還是你月收入也很高 所以我有一點蠻難去幫你評估說 能不能開進口車 其實這問題我很常遇到 我簡單這樣講好了 我假設性好不好 你現在買一台 artist新一點的 假設你一年開1萬公里 好了 我們這樣假設 你artist一年 我們就算保養跟維修就好了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三年的artist 你一年的保養維修加起來 我覺得不會超過1萬塊 了不起保養兩次 而且artist是1819年的 他又很新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想說會換到什麼東西 不會 好那我們假設今天是一台1314年的 B&W好了 好不好320 你一年我覺得你至少 你要預備5萬塊錢在身上 不是一定會花5萬喔 這5萬塊你要留在身邊怎樣 有可能會花到 今年沒花到你運氣好 可是明年有機會花到 你懂我意思嗎 你花5到10萬對你來講是不痛不癢的 那樣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你可以開進口車 如果這一年內你有修到 就開去你沒感覺 如果這一年內這5萬到10萬沒花到 那你就繼續放著 明年準備要再用 我認為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 balance一點點 好吧 因為我也不知道 一台車一年要壞多少東西 我真的我也沒辦法預測 但我只能用這種 我覺得如果10萬以內 對你來講涼涼的 你可以買進口車 但我講的還是這個14年左右的進口車喔 如果你今天開的進口車 是更舊的10年08年的 那可能也許他的數字 就不是5萬到10萬喔 30歲小資族人生第一台代步車 推薦Varita嗎 還好 如果你是看他可愛 那沒辦法 但是Varita真的也舊了 那個車真的是 也是老車了 所以 也是卡卡卡 然後隔音也沒有 加速也老了不行了 已經顯出疲態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安全配備 然後 你當然你如果都開市區 然後你喜歡那個樣子OK 但是你如果那個車要上高速公路要爬山 不是很OK的 大燈貼犀牛皮真的有保護效果嗎 有啊 它保護的是擦傷磨到 然後這個太陽照射 但是問題來了 它有可能會因為悶熱而導致你的燈殼霧化 因為大燈的那個熱透不出去啊 有可能 今天10的ESCAP避震器噴了1萬2 換4支嗎 1萬2應該是4支的價錢吧 分享一下1萬2是不是4支的價錢 還是兩支 如果兩支有點貴了 全車嘛 那全車就合理了啊 便宜啊 那你不可能一整年都要換避震器啊 你上Super Central 2013 2011是在測評價 沒有啊 沒什麼評價 它就是有機率會有變速箱問題嘛 但它機率我記得也沒有很大啦 然後我記得 當時好像變速箱原廠有延長保固吧 我記得 理程超過多少車行會不收 不是喔 大家不要誤會 對對對 來我在這邊再稍微這個證明一下好不好 很多消費者問我什麼車跑多少公里 我說這個我沒有收 或者這里程太高我沒有收 不是代表中古車行不收 是我沒有收 像人家問我韓國車 我說韓國車我沒有收 不代表全台灣都沒有人收韓國車耶 好不好 所以這個沒有一定啊 沒有什麼里程超過多少車行不會收 都價錢的問題而已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進口車如果都換副廠 或像小資訊影片換那些牌子 真的會跟國產車差很多嗎 還是差很多啊 我跟你講碟盤這個東西是唯一一個廠牌跟你國產 我跟你講 副廠的碟盤 Toyota跟B&W的碟盤價錢價差真的不大 副廠的話 原廠價差很大 假設原廠Toyota一片6000 B&W可能一片要8000 1萬 大概1.5倍兩倍都有可能 你拿到副廠來比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價差 假設一片一組碟盤4500塊 那不好意思 你B&W4500 Toyota可能了不起2000多3000多 他價差沒有那麼懸殊 為什麼 因為對副廠來說 他碟盤就是一塊圓圓車好的鐵盤子 副廠的製造材質上面有什麼不同 只是盤徑大跟盤徑小而已 其實避震器的價差也不會很大 但他的價差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特殊鍵專用鍵 感應器電子的感應器 一些專用的接頭 如果就算你是外場的 進口車就會比國外車貴很多 翻倍都有可能 就像我們的影片講的 BMW一個大燈撞破6萬 他就是要這麼貴 你也沒辦法 不然你咬我 二手Toyota代步車基本的養護 除了基本的換油引擎底盤 其他部分要怎樣養護 不用養護啊 你就開到哪裡 感覺到哪裡 修到哪裡就好 比如說你開開開 今天前面怎麼好像多了一點異音 那你就去教學立場檢查 換什麼你就換 開開開開開 怎麼這個停車開出來 怎麼好像地上有油 那檢查一下哪裡在漏油 就修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預防性更換 其實你如果開一台老車 一台代步車 你要預防性更換換不完 那一行都要預防啦 真的 你要預防你真的預防不完 小事請問手冊說 一年一萬公里保養一次 原廠卻說半年 你會一年還是半年去保養 幹什麼叫原廠說 誰跟你說半年 手冊就寫一年為什麼半年 我會問清楚耶 我會問他說 你手冊寫一年為什麼你說半年 到底是我要聽手冊的 還是要聽你的 你給我一個說法 看能不能說服我 業代會說台灣環境關係 所以要5000公里換機油 好啊 那我就5000換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回答 因為 換機油已經是對這個車 最小程度最小限度的照顧它了 你知道嗎 換一個機油真的沒多少錢 我常常跟大家講 我們這邊賣出去的中古車 我都叫人家5000公里換機油 請換機油總比不換好 剛剛好就好 我覺得5000滿剛好的 真的啊 那1000多塊不花 你要花1萬多塊2萬多塊啊 一代的WISH引擎燈亮 插電腦海洋感知器壞掉 消掉後沒再亮 要再理它嗎 不用理它 再等它亮就好了 有時候是一時的物偵測 或是有時候是壞掉的前兆 那其實因為海洋感知器 不太會影響你的行車安全 所以它並沒有所謂的 一定要快點換掉的一個理由 再來海洋感知器掛了 你也不會掉車 所以應該是不用急著換 Auto有什麼通病嗎 好癢嗎 保養零件貴嗎 它沒什麼通病啊 它就是引擎比較抖啊 然後聲音很大聲啊 然後它通病可能就是這個 海洋感知器啊 節氣門啊 然後反正那個車就是跟i10一樣 就是比摩托車更好的代步車 它唯一Auto強過i10的一點就是 它有四個氣囊 有些i10甚至它一顆氣囊都沒有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小小的代步車 要在市區開 載小朋友買菜 很好停車很方便 但是沒有隔音 車子也很正 也很跳 然後這個就是很陽春啊 你如果抱著 比摩托車更好的心態來開它OK 改裝車需要全改回原廠再賣嗎 最好是改回原廠再賣 而且你要改回原廠以後 不能被發現 你如果改回原廠以後 哩哩哩哩的被發現說 曾經是改裝車改回來的 那就沒意義了好不好 好啦這個 因為阿呆今天比較早下班 我本來問他會員頻道什麼時候要開 應該快開了啦 快開了 因為我們會員頻道我們準備了一系列 目前應該有存了好幾片的影片 就是給會員看的影片 因為我們就是為什麼會員頻道一直沒開 就是我們要覺得 先把影片累積到一個程度 不要好像我們在騙消費者錢對不對 我們是要練才沒有錯 但是我們要練的有道理 那未來我們也有一系列針對會員影片會一直拍 大概會比較偏向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的一些事情 還有一些這個我們的改造影片 不是都會剪輯過後都大概二三十分鐘 那有一些其實更完整版的 因為這個剪片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把一些太深入太深陰的東西剪掉 可是其實我們都是有拍下來的 比如說師傅會講解這個零件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 它作動原理大概是怎麼樣 現場師傅演示 我們把它拍起來 那因為我們會覺得怕觀眾朋友看得無聊 所以我們在上正片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那一些剪掉 那未來的會員影片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盡量的詳細的東西放上去 那讓有興趣的觀眾朋友你們慢慢的去咀嚼一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晚安啊 掰掰 大家晚安